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接下来还是要给火箭球迷泼一盆冷水 高兴之余 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莫雷的眼前 安东尼可不是角色球员 他是巨星 巨星是什么概念 意思就是在球队中的地位非常高 换言之 安东尼的打法式必将会对火箭产生很大的影响 说不定现有的话是反应的重新磨合了 不述远的 安东尼对于雷霆的作用就是必大于力 这可是很好的前车之舰 那么火箭呢 真的会是安东尼的用武之地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吧 毕竟距离新赛季开始还早着呢 而就在今天 美美与SPN在一档节目中 邀请了三位资深NBA专家威尔 杰森和迈克 就安东尼能否适合火箭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三位专家给出了不一致的答案 小编抓取了一些重点来进行 贵总 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迈克是乐观派 他认为不仅仅是火箭 安东尼聚将和球队都能适应新的体系 NBA是职业联盟 每名球员到了新的球队 该球队都有信心 能将这名球员调教好 安东尼为何不能 他们四元封城四小彼此间都很熟 保罗知道该如何和安东尼打交道 如何让安东尼融入到火箭的体系中 这种优势可不多见 你看看在世界赛场上 安东尼也愿意担任接球投篮的角色 火箭也有这些条件 安东尼可以继续以这种风格打球 迈克说道 总之 这位专家认为 安东尼可以完美适应火箭 但也引人唱反调 另一外NBA资深专家人 杰森就不这么认为了 安东尼已经是一名个人能力停滞了的球星 我们总是希望他换一个球队能打得更好 但结果往往并非我们所愿 像他安东尼这样的球星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焕发第二春 大部分球星都无法再继续证明自己 安东尼就处于第二种情况 此外 你这么确定 安东尼会坦然接受成为一名定点投手吗 这不可能 说不定他一开始就不会接受这一角色 看来 这位NBA专家并不看好 安东尼能和火箭打成一片 而雷尔是个中间派 他表示安东尼能否在火箭打出来 还是得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看看他能否理解自己的新角色 一旦他意识到这一切 那么对于火箭而言那就是有利的 小编想说一句 安东尼确实需要理解透彻 他在火箭是怎样的定位 多持球是不可能的 那是哈登和保罗的任务 安东尼还是会更多的去无球跑动 或许得分来源主要就是接球跳投 最后 如果安东尼和火箭的梅莱耶却能成功的话 还是希望瓜哥能在休斯敦重新证明自己 感谢观看